來進行投票 先聽他們的談話 正在執行很多的政策 所以我們不希望在這些重大政策的執行過程中 出現變數 讓我們現在的政策的執行 緩慢下來 或甚至停止 所以在這一次公投的四個議題 我要呼籲大家出來投票 投下四張不同意的票 讓我們現在的施政可以再繼續 順利的進行 讓台灣在很多的重要的 國家的層面的議題 都可以進行改革 轉型 那麼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需要我們全體國人 大家一起來努力 一起來支持 所以 今天 我們 希望大家都出來投票 投下四個不同意 謝謝 謝謝大家 好剛才聽到的是總統蔡英文 人親上火線來催四張不同意票 大家就